这阿柯好会切后排呀 这伤害玩得真柳 这是要分杀了吗 哇 不愧是阿柯 好厉害呀 阿柯就是这么秀 我就喜欢玩阿柯 哈喽大家好 相信大家对我都很熟悉 我是小菜的第一个徒弟 大家叫我哈子就行啦 本期由我来为大家讲解阿柯的非制手柄冰法 阿柯是少有的拥有两段位移的英雄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两段位移 我们特地研究出二连突进这一非制手柄冰法 用非制手柄操作 听见摇杆所谓控制位移的方向 准备了触屏滑动两次位移技能的步骤 而且我们一根手只对应一个按键 也不需要来回的点击技能 用非制手柄操作 二连突进即可以快速地追击敌人 在遭遇敌人的时候 也不需要像触屏那样滑动位移的方向 只需要左摇杆控制好手的方向 按下技能就可以快速地位移逃跑了 不要小看滑动的那一点时间 关键时刻可是能救命的 除了二连突进 阿柯最常用的就是光速QA 在技能之间衔接普攻 利用快速的按键 瞬间打出惊人的伤害击杀敌人 一根手指负责一个按键 技能和普攻的衔接也非常的快速 当我们熟悉了二连突进和光速QA的击法技巧 我们就能进一步地学习飞龙闪了 位移进塔 快速击杀敌人 然后再位移出来 以最快的速度击杀敌人 承受最少的伤害 有效保护自己 阿柯的手柄配置非常简单 主要是二技能和三技能 在这里我们都采用 关联左摇杆的方法 跟随所谓调整技能方向 按键快 操作就快 能够轻松达到 滚摇杆的一种极限流操作 看到我精彩的演示和操作了吧 我跟你们讲 阿柯虽然速速高 但是也比较脆 前期对剑比较吃亏 所以阿柯一般都是去打野的 披护技能就带承戒了 后期升级成剑粘住敌人 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套 半肉输出的 阿柯专用手柄装备 作为一个刺客 阿柯最主要的就是输出 但是我们也需要 分加一定的生命值和抗性 所以我们先出巨人之窝 永远之足 之后就是输出了 暗影战斧和明朝私密 减少技能cd 提高输出并保护阿柯 无尽战刃 错军 增强我们的输出能力 五级英文推荐 无声 狩猎 阴眼 暗影战白